在9月22日进行的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大战中,红魔曼联坐镇主场迎战申班马狼队,在这样一场被外界认为将是一边倒的比赛中, 客队狼队却爆出一个大冷门,客场1比1战平慢连,硬生生带走一分,值得一提的是,这支本赛季才从英冠升上英超的升班马球队,却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中资球队,其背后老板是大名鼎鼎的复兴集团创始人郭广昌,更为巧合的是,在赛季开始前,狼队还差点买下中国第一前锋无垒,可见,这支球队与中国缘分不前。 上半场比赛,德赫亚发挥出色屡次就嫌,但是伯格巴却在第18分中助攻弗雷德打进英超处子球,为曼联首开记录,不过,在打破僵局后,曼联却迟迟迟未能扩大比分,反而由于伯格巴在中场的拿球失误,被狼队在第53分中由穆迪尼奥将比分扳平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场比赛是曼联前主帅福格森自今年5月因定入院治疗后,首次来到现场观看比赛,没想到伯格巴却用这样一次失误给老爵爷献上大礼。 不过,回顾这场比赛,客队狼队却有更多的理由赢得这场比赛,虽然控球率上他们已37%落后于对手的63%,但是他们11次射门9次射证的效率远高于诸队的14次仅次中。 更别提在这场比赛中,曼联门将得赫亚屡次救险,多次上演高难度扑救。 另外,曼联主帅穆里尼奥,在赛后也怒批自己的队员,趁他们上场比赛只是为了去放松,由此可以看出狼队在这场比赛的出色发挥。 巧合的是,狼队在面对曼联的同城球队曼城队时,同样以1比1战平对手,应超第三轮,狼队主场1比1,逼平瓜迪奥拉率领的球队,尽管瓜迪奥拉赛后一再声称对方的进球有手球嫌疑,但是能够在未免冠军身上拿到一分,狼队已经非常满意了。 而在昨晚,狼队面对慢事的另一支球队,而且还是客场作战,居然又是1比1,真是有缘,作为本赛季才升上英超的升班马,狼队身上有着极深厚的中资背景。 两年前,复兴集团以4500万英镑收购狼队100%股份,收购狼队时,复兴曾豪言三年内让狼队杀回英超,不过,他们只用了两年就让狼队重返英超。 在今夏的转会市场,狼队砸出6300万英镑,引进突破能力极强的特劳雷,还从普超挖来伯利,帕特里西奥,又从摩纳哥引进中场核心墓地尼奥,甚至还一度传出要引进吴磊的绯闻。 不过,最终他们只引进了17岁的何振宇,对于身价高达617亿的上海首富郭广昌而言,他并非没钱买吴磊,没买他更多还是因为即便买来他也无法拿到劳工证,所以最终只能做罢。 而对于吴磊而言,他也就此失去一次,前往欧洲赛场锻炼的机会,实在可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